你現在看的是大爆死 喂! 哈囉! 歡迎回來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哇! 阿死 回來了 過了年初一至新十五 阿死 就正式回來了 大家的阿死 上線了 好!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就是 Max Factory Figma SB 138 號 Racing Miku 2021 Version 一年一度的初一Miku賽車女郎的造型 今年就找來這個深倉源老師去設計 深倉源老師其實之前和大家玩過 這個手屋出的創彩少女庭園 就是去做人設的 大家應該會有些印象 其實你一看上去的封面 那些五官和用色 都是很有深倉源老師的用色的色調 一些粉色的色系 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我是頗喜歡這個色調 一個紙盒 看不到裡面 又出現了要抽大彈的狀況 而且這次有很多東西是印刷的 就是對墨顏 那把傘盒 看看印刷如何 看看QC是怎樣 開出來就是這樣 配件方面不算十分之多 除了本體之外 就有把傘 然後再介紹一下 除了一把打開傘 還有一把收納的傘 大家都知道 Racing Queen 都很喜歡 拿著傘擺姿擺姿拍照 傘也是賽車女郎必備的產品 表情方面 就有一個向右邊望微笑的表情 另外就是有一個戴著擋風鏡 更換用的前髮 待會都會試給大家看 換用手型地台就例行公事了 我們現在先看看本體的細節位置 這隻初音的細節位置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不錯的 整體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個設計非常Cyber 你看到腳對鞋 這個腳跟這個位置 不知是變形金剛 裙底下這一層都是透明粉紅的Pax 後面的蝴蝶結也是透明粉紅的 硬的不是軟的 蝴蝶結上半截是這樣的 很有機械感 挺有型的 頭色也是透明粉紅的 現在就近一點看看面相 真是很深蒼圓老師的畫風 我好喜歡 胸口就印了Good Smile Racing 的 Logo 大家可以看到的護目鏡 和頭色都是透明粉紅的 旁邊還有一個耳機 咦? 這個耳機是有Good Smile的 Logo 很過癮 手臂也有些拉花 Good Smile Racing 那Good 字去了哪裡? 這邊有的,這邊就有了 這邊就有齊了 Good Smile Racing 這邊因為被這個白色的Pax 遮蓋了 不知道是什麼呢? 是不是手機來的呢? 我想是吧? 還有那條胎是很有趣的 領是很機械感覺起了角的 挺正的 小肚子也有做到的 裙子是這樣的 除了透明Pax 之外 也有些直條的印花 真的挺追上科技潮流 小腿的拉花是Crypton 這個加密貨幣的粉絲 挺正的 大概是這樣 另外有一個項目 我很喜歡的 就是頭髮的上色 其實頭髮如無意外 本身是透明膠 噴了一隻深一點的綠色 慢慢漸變變到 有少少黃黃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的色 是挺漂亮的 而且漸變是挺自然的 到這裏的髮尾 就變成一隻透明的湖水綠色 這個髮色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而且是否初音Miku 真是親生女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上上條片和大家玩過這個沖田總絲 那個也是露薄的 但沖田總絲的關節和身體的肉色 完全追不到 但是Miku 雖然都會露了一個關節出來 但是顏色是追到的 不會有太大的色差 這個是 為甚麼呢 為甚麼有這個優待呢 好 現在試一下可動 我想都是按上下的 因為設計是一樣的 頭是Hinge 上下左右 好怕頭髮很長 我怕拍斷頭髮 邊邊是Hinge 就可以這樣上下動 先試一下平衡力 可以的 不要看它的外套 這麼幼 頭髮飄起了 也能平衡 有點厲害 前後轉都可以的 肩膀平舉 前後 手臂的Cutting可以旋轉 前臂大概可以接到這個幅度 這個關節位是有重新設計的 它不是平常的關節 它是故意做到很方 很有機械感 挺有趣的 好 腹這裡有個旋轉 不過就不明顯 腰就沒有了 裙子可以不斷移動 一點點 讓你擺一些提腿的姿勢 這樣呢 這個呢 和沖田總司一樣 都是有個拉出色的關節 股關節 哎 當然要提起腳 但是幅度不算太多 始終裙子是很硬的 小腿就這樣 腳掌又有一個Hinge 又有一個旋轉 這些是例牌的 嘩 是屁股 嘩 嘩 嘩 像是屁股眼鏡的效果 都可以的 效果是相似的 看一看 2021年的Racing Miku 真的很棒 它是在Cyber 有點有型的 還有少許性感 還有可愛 幾個元素 是平衡得不錯 你看它的護目鏡 擋風鏡 是很有型的 是 真的不錯 師傅 好 現在換了一個拿東西的手型 以及擋了一把傘 我開頭未開出來的時候 就以為這把傘是印刷品 怎知原來這把傘 這麼多東西是要貼貼紙的 它也挺好人的 是一個膠質的貼紙 它是有兩套的 我想它也是怕你貼細了 都送多一套給你再貼過 貼這個貼紙 我覺得是有相當的難度 因為其實你只要歪一塊 其中一塊貼得不正的位置 下一塊要追回花 你就會跟著第一塊一起斜 今天久而久之到尾 就完全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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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 我已經盡力了 其實雖然我說我貼得不好 但看上去效果不算太差 我想大家用一點心機 應該可以貼得比小弟好多 幾乎講漏了 其實要拿著遮掩 就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要拆開 這樣拆開才拿得緊 如果大家想像擺這個姿勢 就一定要在頭髮下面過 過完之後再安裝遮掩的頭 就會好一點 另外一件事提提大家 就是它的尖位很幼 很容易斷 大家小心點 最後換上另外兩款手型 左手就是一個握著拳頭的手型 應該用來擺一些叉腰的姿勢 這樣右手就換了另一款 就是攤帶的手型 應該像這樣 保持著遮掩 順便試試那把遮掩時的樣子 大概感覺就是這樣 都不錯 我真心很喜歡這款 好 這樣Pax 和一些細設都跟大家分享過 這盒外面大概賣的價錢 應該是590-600元左右 都不錯 大家不要說大小超 這款雖然是小Pax 但是一些上色 印刷 拉花 各方面都做得不錯 QC是不錯的 還有 我是很喜歡它 透明Pax 很Cyber的感覺 就像影片中所說 它是有型 性感和可愛 三個Point平衡得很好 這個當然要歸功於這個 心倉元老師 小Pax 小Pax 大小超 讚它一次都要 不是沒有缺點 那把遮掩的貼紙 有點麻煩 還有 它的浴背 其實是露背 這個設計 要為了刺地台 在背部開了很大的洞 這個就是比較不美觀 但整體玩下去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遮蓋這些小小的不足 好,今集來到這裡 之前投票的四樣東西都玩完了 之後陸陸續續都有些新的玩具 大家可能會看到的 Marvel Legends 的美國隊長 這個Amazing Yamakuchi 的 Agaham Light 還有聲聲叫等等的玩具 我星期六也約了MK 派一些機械人相關的玩具 接下來今個月的節目 應該都相當豐富 好,今集來到這裡 下集再跟大家玩過 拜拜